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 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个特别特别实用的话题 平时不管我们是网购也好 还是去逛街也好 各种各样的衣服 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那个布料 哪种布料其实特别便宜 但是它又卖特别特别贵 一点都不值 但有的布料呢 如果你会看的话 它其实是货真价实的好布料 但是它卖的又不贵 那我今天就全都整理出来了 欢迎大家截屏 不管说是网购吧 还是逛街 大伙就可以拿着我这个视频的截图去挑衣服了 基本上就不会错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平时可以买得到的 就穿的比较多的这么几种布料吧 一共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种就是全天然的布料 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的这些个布料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 不用我再说了 比如说什么cotton 纯棉 麻 针丝 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个羊绒羊毛 好处呢就是刺激性比较小 小孩 小婴儿 小baby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纯天然的布料 吸水性特别强 身体只要一潮它就吸走 一潮它就吸走 让身上就是很干爽 不会有那种异味出现 而且还比较容易降解 哪来哪去嘛 大自然里面回来的 然后降解呢也很容易 然后就还回去 比较环保 但这些个纯天然的这些布料呢 也有一些个不好吧 只是它本身的布料 什么都不混的话 它就会没有弹性 容易缩水 特别容易吸潮的东西 这种衣服如果是厚实一点的话 它是最慢干的 因为它特别容易吸周围的那些个潮气 它就是干的特别慢 进了什么水比较多的地儿 或者说是淋了雨啊 如果你穿这种纯天然的布料的话 你可能就会感冒发烧啊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冷 就会发抖 穿一两个季度的话就会救的特别快 我是这么感觉哈 第二种就是半合成的布料 这种布料很多很多 市面上我都写下来了 Rion 人造纤维 Viscous 人造丝 这个呢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仿真丝 我一会儿再说它的好与不好哈 Model 墨戴尔 这个大家也看到挺普遍的 Tencil Liosyl 天丝棉 莱塞尔纤维 还有一个就是Q Pro 是铜鞍丝 大手如果就生活在北美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去管那个中文的翻译 记中文反而不好记 用人工的方法来加工那些天然的布料 取长补短吧 然后让这个布料呢既有这种天然的优点 也可以加入一些我们希望它排除掉的一些天然的缺点 会便宜一点点 什么牌子比较用这些呢 Aresia 它们基本上那种小调的连衣裙都是Viscos 人造丝的 还有就是Q Pro 铜鞍丝的 摸起来呢就是那种特别厚实的真丝 但是它其实根本就不是真丝 看起来呢还是特别特别有光泽 而且同样是比较有垂度的 价位就大概不到200加币吧这样子 在加拿大这些地方比较干燥 我要是穿就是这种半合成的连衣裙呢 挺凉贵的 还是挺像真丝的东西的 一旦我穿它到南美的那些国家 Miami那块 比较闷比较潮 海边的话 尤其是阴天穿上半合成的衣服 就是觉得不透气 裹在身上就是裹哪热哪 如果一出汗的话就完全贴上了 跟真丝就没法比了 半合成的呢就是价格呢 要比纯天然的要便宜 磨损的各个方面 也比纯天然的要耐磨 耐穿 人工加工过的嘛 肯定就会取长补短一点 我没有那个预算去买 完全完全就纯天然的那种衣服呢 也可以试试这种半合成的 看起来质量就是特别贵的那种材料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的贵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这个是在Sandro买的 特别的有光泽 然后也挺有垂度的 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 87%的Viscose 12%的Polyester 那个字我看不懂 没有英文的 然后1%的Elastin 看大头人造丝的 仿真丝的就挺好的 而且它没什么褶 你看哦 我钻个拳头 把它松开 比唇变的好多了 第三个呢 就是完全是人工合成的 包括什么呢 Nylon 尼龙 Polyester 锯脂 纤维 这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吧 也叫迪伦 Acrylic Acrylic就是情侣 Spandex 安侣 Lycra 莱卡 Astate 醋酸纤维 Elastin 谈粒纤维 刚才说的这些呢 都是百分之百的人工 合成的布料 市面上其实是最最最最便宜的 它是用化学合成的 所以它成本特别低 本身就很便宜 卖不了你多贵 它缺点就是说它降解不了 因为它不是从大自然中来的 或者是很难降解 不是特别环保 它不吸汗 而且它不吸它周围潮的东西 所以说你一出汗呢 它就会贴在你的身上 导致这个细菌在你是体内繁殖 不是体内 体表繁殖 所以就会身上就会出异味 不能运 一运就化掉像糖纸一样就没了 说一下它的好处 便宜 很有弹性 就是非常的实用 它可以防水 做成什么防皱的 防脏的 防泥的那种 还可以做成瑜伽服和游泳衣 Polyester 锯脂纤维 其实它对人的身体 不是特别特别好的 就是我在网上查的 那如果你说 既然Polyester这么不好的话 我就不买它的了 这个其实是很难去避免的 我们知道的一些个大品牌 比如说耐克 埃达斯 比如说Lulemon 市面上所有的游泳一号 瑜伽衣服 它们都是用Polyester来做的 弹性比较强 怎么扔洗衣机里洗 然后烘干 怎么虐它 它都不会破 都不会烂 游泳的时候也是 因为它干的快 生活中没法避免的 我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什么 就别穿了 名牌店打折的 比如说5000块的东西 打到1000块 大伙可能觉得还减了个便宜 一看是Polyester的 它的布料用的跟50块的 没有任何区别 它成本可能都是5块 当然了 如果你说你去买大牌 你买的是设计师的心血 对这种品牌的一种情怀 那是另外一说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是不扯别的 就纯粹就是说布料 对我来说成分和它的价格 一定得make sense 一定得是成比例的才行 如果有的人就说 我现在查一下我的衣服 我就发现其实它浑纺 它都不是百分之百这个 百分之百那个的 第一个就是Cotton和Polyester浑纺 唇棉是占了百分之大头的 它这个唇棉的衣服 就不会那么的容易褶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缩水 如果百分之百Cotton是烘干的话 肯定会缩水 下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唇棉 加小部分的莱卡 裤子比较多 然后牛仔裤比较多 原牛的牛仔裤是百分之百唇棉的 这种牛仔裤非常非常硬 如果你穿着特别紧身的话 你没有办法蹲 加一点个比如说莱卡什么的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弹性 更贴符你的腿的形状 臀的形状一点 或者是Cotton加上Elastin 弹性纤维 有弹性的 就穿起来特别舒服 但切记切记 任何东西加了Elastin的 都不能进洗衣机烘干 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怕热 在烘干机里会化掉 有弹性的短裤 烘完了之后 就会发现有的地方就会特别松了 就回不去了那种褶 其实它就是里面的Elastin 那种小皮筋 断掉了 那个基本上裤子就废掉了 就是不可腻的 我给大伙看一条 我以前经常穿的一条牛仔裤 68%的唇棉 然后29%的 矩脂纤维 3%的Elastin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 烘干机里面去过 它这是加热的那种 大伙看它这个地方就断掉了 大家看这条裤线 这两个口袋 这个是好的 还是比较紧的 而这个Elastin就断开了 所以这个地方明显比这个地方要宽 就是很松 很松 然后感觉它里面有那种 线断掉了 就是你看 这地方不是特别均匀 整个 但是我肉眼看上去 特别特别的明显 如果穿在身上的话 就这边的臀 就是比这边 就两个就不对称了 这边就明显撇开了 这边还是比较紧的 羊毛加情侣 滚仿了之后 其实就是看上去 摸起来 其实差不多的 都是那种大毛毛 100%纯 哇哦的 其实是比较贵的 加了一些个情侣进去 保暖性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它可以降低 它这个衣服的价格 它会没有这么的痒 如果你贴身穿的话 如果你住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虫子它不吃 带有人工布料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蛀虫 下一个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同样两个衣服 就看起来差不多的 同样垂度的 大家怎么选 我今天这件绿色的连衣裙 加上我就是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都是Silk Mason上下的单 下单下了很久才收到 然后我联系他们 因为物流跟库存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说我收到它就是比较晚 如果大家下单的话 可能会跟我一样 所以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这个绿色的衣服 这个连衣裙就是比较垂 因为它是100%纯真丝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外面穿的 今天这件浅色的 算是一个小外套吧 可以当睡衣穿 当一个rope裹起来 当然了就比如说我去旅游啊什么的 我去餐厅吃饭啊什么的 哇一穿这个鲜鲜的 一股富婆的即适感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纯色特大气 那旁边这个呢 就是Viscos 人造丝是半合成的 这个是我在Aresia买的 也是挺有垂度的 也是挺耐磨的 然后光泽度也挺好的 但是它就是不透气 就穿起来就是没有真丝的舒服 如果这两个在你的面前 你选的话同样的价格 一定要选silk 我真丝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大家问我怎么保养啊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根本就没保养 我会真丝的跟真丝的一起洗 洗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是扔洗衣机 我不会加上纯棉的东西 我怕它们会摩擦 冷水那一档 然后就是gentle那一档 再加上一些个softener 拿出来之后就悬挂亮杆 就是还是很新 非常非常的亮 人造丝和polyester 这种两种裙子如果选的话 相同价格 一定要选viscos 就是半合成的 不要买那种全合成的 垂度差 然后完全不透气 这个料子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廉价 不要花这么多的钱在polyester上 给大家总结一下 纯天然的这些个布料呢 不要去在烘干机里面烘 一个是缩水 寿命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短 第二个呢就是说 唇棉里面加了elastin的 也不要再烘干机里烘 你可以低温烘 因为elastin会化掉 一片断的小线头 有时候你一揪一块片 灯出来一个特别黏黏的东西 就给灯下去了 但是你灯不干净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吧 当然了我也不是学这个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是平时会挺注意 这些个布料的 出门之前穿衣服 我都要用蒸汽运斗就把它们运平了 我才出去的 我不喜欢身上有褶的 如果说大伙谁比较专业的话 如果我说的什么地错了的话 请你给我指正一下 在底下给我留个言 然后我会把你置顶 那大家还觉得我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就请帮我订阅一下 下个视频也是纯干货 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也是关于穿搭的 要订阅我就能看到下一个视频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